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公布的数据 懒得运动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风险因素 据估算 全球每年因懒惰而死亡的人数高达320万 而且逐年增长 公元前四世纪 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人之后 目睹了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他注意到 波斯人的生活十分腐朽 他们厌恶辛苦的劳动 只想舒适地坐享一切成果 正是因为波斯人贪图享受 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 才把理想的乐园摧毁 亚历山大附近感慨道 没有什么东西比懒惰和贪图享受 更容易使一个民族堕落和一蹶不振的了 也没有什么比辛勤劳动的人们更高尚的了 有网友说 婚姻是懒惰者的福利 是勤劳者的枷锁 是堕落者的救命草 是云云众生的心灵牧草 反懒惰的人最向往婚姻家庭 因为附入了婚姻家庭就可以受到传统势力的保护和维护 为自己的懒惰设置最合理的屏障理由和借口 网友推断 想结婚成家的人必然是懒惰者 想维护婚姻家庭的人一定是懒惰者 想堕落的人肯定喜欢婚姻家庭 不想堕落下去的人一定想逃离婚姻家庭 《生命禅院》导游雪峰 在新时代人类八百理念第三版中说 懒惰是寄生虫的意识 懒惰之人必定是平庸之人 平庸之人必定是抱怨之人 抱怨之人必定是痛苦之人 痛苦之人必定是不幸之人 不幸之人正是懒惰之人 导游雪峰分析指出 懒惰是一种病毒 是摧垮一个人的最大恶魔 懒惰一旦成性 人就会逐渐变成行尸走肉 会危害自己 危害他人 危害家园 千里之地 毁于义学 美好家园 会毁于懒惰 所以 生命禅院创建的生命绿洲 自始至终与懒惰展开 殊死搏斗 对生命绿洲而言 懒惰就是艾滋病 就是癌症 就是病毒性利己 就是盗贼 就是恶魔 就是头号敌人 那么 如何与懒惰 殊死搏斗 1. 具备懒惰特征的残缘草 不能让其进入生命绿洲 2. 具有懒惰特征且不思悔改的残缘草 不能让其生活在生命绿洲 3. 任何人对懒惰的同情 怜悯 宽容 就是对生命绿洲的犯罪 4. 懒惰在生命绿洲要受到众人鄙视 5. 不与懒惰之人为伍 6.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不能让懒惰有可乘之戏 7. 生命绿洲要常常在集体学习中抛析 哪些是懒惰思想 懒惰习惯 懒惰作风 懒惰心理 亦有懒惰苗头 要及时从认识上清除 8. 赞美勤奋 歌颂勤奋 7. 最高的荣誉给予勤奋者 7. 在生命禅院 劳动者最受尊敬 8. 而不是有特异功能者 智慧高者 夸夸其谈者 8. 以自我为中心者 能背诵经典和教义者 8. 善于批评和指导教育他人者 等等 8. 劳动者的心灵最美好 9. 虽然 他们可能写不出 9. 才华横溢 智慧高深的文章 9. 虽然 他们缺乏辩论的才能 9. 虽然 他们傻得不会彰显自己的聪明 9. 虽然 他们表现得非常普通 非常平凡 9. 虽然 他们不会讲解佛法和道 9. 虽然 他们不会背诵和应用 9. 经典中的段落和语句 9. 但是 他们的心灵最美好 9. 虽然 他们的行为本身就证明 9. 他们遵守了耶稣 佛陀 老子和贤者们的教诲 9. 要想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9. 首先 要成为一个心情的劳动者 9. 继续成 阿姨 阿姨 9. 眼神 9. 边气 9. 边气 9. 边糖 1. 边糖